我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在想办法确定他到底在不在乎我 用各种各样方法 然后又不想让自己表现的好像我很在乎他 就是你过来我叫你一次你不来 人家说你叫我去我也不去 然后两方都难受 他们俩的性格其实现在在互相叫着劲 就是谁都是端着的 因为他们肯定是从小就是被别人追求的那一方 但他现在就两边他都没捞着 他现在可以捞着 但是那是他自己犹豫了 说白了马董还是喜欢主动的女孩 如果橙子的性格是跟小孔那样那么热情的话 那就早就好了 但马董一上来那么主动 是因为他确实觉得这是我理想型 我要主动一下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整个baby的提炼 全是就是问题的所在的核心点 就是两个人他永远是在一条平行的线上在往前走 之前可能会互相有一些交集 但是慢慢慢慢发现两个人的车道都变宽了 还在往前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可能往不同的方向走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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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